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把它放在这米里面 生米搅拌均匀 然后蒸的时候受热都是非常均匀的 我再问您一下蒸饭的水的比例怎么掌握 水的比例我们可以看 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用手 大概就是手的一个关节 这个米伸进去以后它能摸过一个关节就行了 那么比例其实准确的比例就是一倍的米大概是1.2倍的水 1.2倍的水 我们现在加水 富阳大叔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我们用食指可以去探一下 一个关节 水没过米泥大概有一个关节 大概有1公分多一点 1.2公分左右 但是您不会说这就是包饭吧 不行我们现在把这个饭现在给它蒸上 大概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厨房里面的一个统收方法 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把煮食先焖上 卧蛋肥牛包仔饭重点步骤一 将大米与广之腊肠混合在一起加水 用电饭包煮10分钟备用 这里告诉您一个蒸饭加水量的窍门 用食指放入米水中 只要水超出大米有食指的一个关节量就可以了 大概米和水的比例是1比1.2左右最为合适 下一步就是处理肥牛了 咱们接着看 要跟大家讲述一下这个肥牛的处理 我们经常在吃烧火锅的时候会提到它 这个肥牛质量非常好 而且鲜红色 一层一层非常高 因为肥牛这个部位的肉 相对起来吃起来口感比较脆 那么我们在这个做煲仔饭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煎一下 尝一下另外一个口感 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就用黑胡椒把它腌制 然后在煎的时候直接放 连这个胡椒的味道跟这个牛肉的味道 一起把它喷香 我跟你说 创意菜大师就是创意菜大师 我们可以放一点盐 把肥牛撒点盐 给点底味 好了 大家看 这个时候我们把锅 撑热 实际上撑上就刷上一层油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煎 几乎没什么油 因为本身肥牛可能会出油 应该 把它放平 它这一双热打转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黑根呢 这个时候我们赶快放点黑胡椒 那这个火 您现在是不是给你关小点火 对 关小点火 公公你闻到这个黑胡椒的香味了 这黑胡椒绝对 这产生的化学 我觉得它们两个能在谈恋爱 对 而且你看到它这个油 瞬间的 油煎出来了 对 都吸出来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它搁在盘里 再用 大家看实际上这个肥牛的很薄 所以它很快它就成熟了 这样的话肥牛它的香味 你可以闻一下 哎呀 这有点烧烤的那个感觉 对 肥牛处理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做这个调汁 要跟大家说一下 包仔饭的这个汁 这个酱汁 是这道菜的灵魂值 很重要的 这个时候我们先放点水 白开水 加水以后呢我们 放酱油 酱油有要求吗 酱油我们就使生抽就行了 生抽 然后我们调一下色的话 可以点一点老抽 点点老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放一点这个 葱姜 把姜切片 切片以后我们可以放两片姜 然后放点这个小青葱 香葱 对香葱 然后把香菜 放到里面去 经常都选香菜 对香菜 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酱汁的调味呢 实际上就跟熬我们说的那个酱水 或者料水是一样的 对 酱油汁 这个时候我们再放点糖 想问您一下吧 因为您是用老抽和生抽 一起来搭配的 对 那比如说像一种微甜的那种酱油 或者家里有酱油糕 这个是不是都可以用了 酱油糕啊 你在卸的时候它还是有点甜 有点甜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包仔饭的酱油汁 尽量不用这个酱油糕 那蚝油呢 对 蚝油的话可以适量的点一点 但也别点太多 啊 要不抢味了 对 然后我们放一点这个 这个是我们这道菜里面的一个点睛之谜 对 啊 如果你猜 你猜这像什么 太臭死了 其实刚才我拿起来 像料酒 我以为是料酒 大家也不知道 这个是鱼露 哦 鱼露啊 鱼露是东南亚的一种就是特殊的一个调味品 调味品 好 咱们这个酱汁熬好了 这不怎么算熬好了呀 这个啊 首先我们以海尝尝味吧 鲜咸 哦 对 它为什么偏咸呢 偏咸 因为咱们这个包仔饭咱们也要调味 没有方便 对 所以我们在外边吃包仔饭 都会给你开点酱油汁 就是让它有一点咸味 好 我们把它这个汁毙掉了 香料流出来 哎呦 大家注意啊 我们在平常做这个包仔饭的这个酱汁的时候 一定的口味要稍微重一些 对 要不然的话一会儿包仔饭就没有味了 对 但是它很鲜很鲜 我发现这个鱼露 鱼露起到的一个作用 起到的 所以我们在家做这个酱油汁的时候也比较简单 买成鱼露 准备点酱油 把它熬一下 卧蛋肥牛包仔饭重点步骤二 小煎肥牛和调制包仔汁 肥牛片上撒少许的盐 上锅小火煎熟 为了让它的味道更香 您可以在煎的时候 适当撒少许的黑胡椒 调制包仔汁的时候 锅中做水 倒入生抽 老抽 白糖 放葱姜香菜 撒黑胡椒 淋少许的鱼露 开锅之后将葱姜香菜滤出去 就可以了 这里您要记住 一定不要忽略了鱼露 它可以很好地起到提鲜提咸的作用 这时候我们的米饭也该蒸好了 下一步就是怎么巧妙地将它们搭配在一起了 咱们继续往下看 这儿我们都已经熬好了 但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屋子里面 弥漫着浓浓的香气 对 大家都喝了 这证明是不是包仔饭好了 看这个包仔饭已经 你看现在冬的还在冒热 冒热就热气了 这个饭已经好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您那个蛋还没用呢 所以咱们要趁它这个还没刚好之前 咱们赶紧把鸡蛋握进去 用它的余温把这个鸡蛋给它握熟 弄个开盖了 可以打开了 小心别吸了手 真别说 好香 大家看 这时候我们能看得到这个辣味的这个香肠 是 晶晶剔透的 对 这时候我们赶紧把这个米饭给它挖在中间 要量一量 好 一颗 把这个鸡蛋 我们把它生着打进去 打进去 好 这时候它是有温度的 盖盖 盖盖 再来一会儿 那换句话说就是说 我们它是应该是用这种蒸汽的这种温度 因为它肯定是要超过100度的 对 我们把它给它快速的做好 那么这样的话大概需要几分钟 我们这个鸡蛋就可以熟 这个现在我们 差表应该在2到3分钟 就行了 但时间不要过长 时间不要差 时间太长了 鸡蛋黄就容易老了 容易变轻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稍等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点香葱 包仔饭里之后 这好像逼配的香葱 是 香葱别切太粗 切成小葱花 对小葱花 其实这个香葱也是 我们取得香葱的中间那一段 它是香味最好的 颜色也漂亮 这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揭开 庐山真面具了 再稍等一会儿 再崩一分钟 再等一会儿 这时候我们这样 把肥牛 赶快先放进去 对了 您要那么说的话 这肥牛的话 我家里那涮羊肉剩的那种好的羊肉片可以用吗 羊肉的话也可以 但因为羊肉它的身体比较大 所以我们尽量用肥牛牛肉来做这个包仔饭 好 来我们开盖 鸡蛋凝固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肥牛赶快放进去 大家看 这个肥牛是放在边上的 而且你看这个辣味肠已经漂浮在这个米饭上面了 对 手套了 我们把这个牛肉买一圈 让它这个 牛肉的这个香气盖在这个米饭里面 再盖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小葱花 我们撒在这个牛肉上 再让它增香 然后鸡蛋 增香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一扣盖 再焖多长时间 再焖一分钟 就行了 这再焖上的时候 这个通过这个气孔那个葱香味就出来了 好 那利用这个空单 我觉得马上就要出锅了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锦囊 好 今天再做一道小的饮品 好 好不好 也适合这个季节吃 好 天天锦囊 今天教您一款好喝的夏季饮品 红豆花生西米露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100克西米 50克红豆 50克花生 100克冰糖 做法可是很简单的 那就是依次将提前泡好一宿的红豆 去了皮的花生米 还有西米 冰糖 一起倒入电压力锅中 然后加水 水的量要稍微多一些 大概有500克左右 下面就是盖上锅盖 开中火 静静的等待吧 20分钟过后 这款漂亮又养生的夏日小甜饮 红豆花生西米露 就做好了 在这里告诉您 西米有健脾化痰 润肤养颜的功效 所以爱美的朋友 可以经常饮用啊 原来西米露也可以在家做的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就配这个卧蛋肥牛饭 爆炊饭 哎呦 哎呦 这葱香味出来了吗 东子 这是中国的味道吗 哎呀 来我打锅盖了啊 好 哎呀 哎呀 怎么样东子 很漂亮啊 漂亮吗 你看五颜色 中间的那个卧蛋呢 这个时候感觉它还是糖心的 哎 这个时候你可以我们用刷 你看糖心 有点糖心 但是周围呢蛋白 熟透了 已经熟 蛋白跟那个米呢已经融合在一体了 对 而且你看到了没有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这个肥牛 刚才我煎的是碎的 现在是它的 是软的 就是饭的这个水蒸气 我们在蒸饭的水蒸气 已经把它这个肥牛的香气 全吸入它饭里了 然后呢 辣味肥牛的香味的 香葱的味道 亲切的融合在一起 对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肥牛 我们要煎制 就不要它跟它这个饭一起来做 酱汁 酱汁 这时候我们赶快把酱汁 这时候把它淋在边上 大家看啊 酱汁不要放在卧蛋上 一定要 要淋在四边的这个肥牛上 因为肥牛没有什么味道 对 你听这时候 滋滋啦啦 它还要继续加热 就是这个 边上已经有点硬了 这个米饭 把它 这个汤汁下了以后 这种 这种香气扑鼻而来 非常香 因为它在继续余温在加热 对 这道好吃的富有创意的卧蛋肥牛包仔饭 就热乎出炉了 咱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 第一 将大米与广式辣肠混合在一起 加水 用电饭包煮十分钟备用 第二 肥牛片上撒少许的盐 放入平底锅中 小火慢煎 中途撒少许的黑胡椒 锅中做水 倒入酱油 白糖 葱姜 香菜 淋鱼露熬成包仔汁 第三 打开电饭包 握上一个鸡蛋 盖上盖 焖两到三分钟之后 再将肥牛与香葱倒入 再焖一分钟 出锅前 淋包仔汁即可 我们的美味 让我们做主吧 哎呀 你想想 在家里面 我们用筷子轻轻的一半 微微颤颤的那种蛋黄 然后跟肥牛的香味 你别喝 你别喝 这个菜绝对是属于 我跟您说吧 这要在高级酒店里面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这一道饭 估计得卖个80到90块钱 不是 关键 您吃的那80到90的 还不是富洋师傅 这个级别做的 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谢谢大家